为了唤醒大众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 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历时五年筹划 打造生物多样性常设展厅 展厅内约1700件标本与展品 带领着民众认识大自然的奥妙及文化的丰富性 国立科学教育馆筹划生物多样性常设展厅的过程中 征收许多精彩的标本、物件与故事 每一件作品旁边都有附上一个只属于它的故事 在参观的过程中了解到文化物种正逐渐的消失 借此让民众进行反思与行动 一起守护我们唯一的家园、地球 展厅内还有提供触摸体验 吸引民众前去围观触摸 有斑马皮、棕熊皮、长颈鹿皮 甚至还有穿山甲和白犀牛可以触摸 希望借这个展览 让民众了解维护生态的重要性 一起爱地球 记者陈怡如采访报导 不少 有充满不少 这是一天的